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瞧 你瞧你们认识这人 学好不容易小坏一出流 这个在我们这个行业里 这是大人物 您别客气 称得起是个著名的表脸艺术家 表脸艺术家 这在网络上这是骂人的词 没事 少上网 这叫什么话呀 还不然上网 腰眼 我认为你就是艺术家 我认为你就是艺术家 艺术家谈不到 一代松诗 狗 狗啊是怎么着 松诗 怎么说那词 棕诗 棕色的哈 以棕色的为主 什么呀 就叫棕诗 一代 棕诗 哎呦 您过奖 清晰二没有不认识余老师 那个车震一时 这都是什么话呀 还一时 一时管不了一世 对 车震一辈子好不好 你好 了不起 明震一时 明天 明天车震 这不去啊 明震一时 反正夸您哪 您说那就不是夸我的 啊哈 老百姓听向上进夸我们俩人 说的我特别惭愧 怎么呢 郭德纲于谦说向好 好什么好 能力一般水平有限 您各位捧 实话实说 是 在中国向上界 比郭德纲强 比德云社强的有的是 有 有 会有的 会 对 等着吧 会有的啊 嗯 这个 你老夸我这特别惭愧 嗯 有一个成语就说我 浪德虚名 啊 这是浪德难受 你知道 反正我们俩都是浪的 嗯 相声怎么能说好 嗯 哪个 是吗 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艺术形式 哦 有没有这大罐 有没有这桌子跟相声好坏 没关系 对 这都无所谓 说相声 说相声最重要一点 说相声最重要一点 首先 得说是什么 你听懂他们说是什么是吗 听懂了啊 说余老师三大爱好是吧 人 人什么时候说这三大爱好 你看我给你叫个号啊 余老师三大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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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就别叫号了 什么 再来一遍 没谁 不是你们老喊这个 这票就亏了你知道吗 花这么些钱喊这个 这也就是 听相声啊 你台上台下搭个茬还行 我可提醒你们 芭蕾舞交响乐 你们可不能这样啊 我那也没有这三大爱好 那宝安给你弄出去 打得七岁七岁的 对啊 怎么能把相声说好 第一 健康 这怎么跟健康还有关系 真的啊 都想当艺术家 怎么当艺术家 健康 怎么呢 四个说相声对着骂街 你把那仨熬死 你就是艺术家 您这么理解这问题是吧 三十五死一个 四十七死一个 五十二死俩 把谁活的最后 你自个儿一个人熬了九十五 那你说了算啊 就没有人抬杠了 他没有话语权啊 就剩你了 所以健康很重要 是 但是我们 要说句实在的话 必生追求就是 雅俗共赏 我们经常说这四个字 但是很难 是 雅要雅的那么俗 俗要俗的那么雅 这还很辩证这关系 雅到极致不风流 特别雅 你别听那个啊 就必须得雅 你真特别雅了 他不来了 是吗 雅还雅得过昆曲吗 昆曲是 昆曲太雅了 清朝末年的时候 都得什么橘子呀 什么秀才 彭本康熙字典 听昆曲 他每一句话都有典故 你不知是什么 太雅了 就没人听了 就完了 太俗也不行 是吗 好 余老一上台 把裤子脱了 对 诶 这明显的行啊 这 谁说不行 这都扫堂子拍来观摩的 这都是 雅中要有俗 无与你焉有荷花 是 所以第二点就是文化很重要 在这行里边 这是最有文化的 你这一觉捧我干嘛 你干嘛 比如说啊 观众找到后台 郭德纲给我签一字吧 哦 借过笔来给人写 郭德纲仨字 就签名嘛 余老师签个字吧 找我 余老师把毛笔套出来了 用毛笔显着见身份呢 好家伙 颜德了墨填饱了笔 写于签 俩字 回来吧 行了 不是 我这名字里还有俄罗斯的血统是怎么 怎么那么长啊这个 竟写错 哎 那就更不怎么样了这个 毛笔字 画画也好 哎 我还喜欢画两笔 四十多岁的人了 还到中央美术学院去进修 哎 从基础学起嘛 老师您好 我是余谦 我来学画画了啊 哎呦余老师您好 真难得 你还挤出时间来画画 瞧 我喜欢画画 哦 那个培训班我可以参加吧 可以 有没有那个人体素描啊 我怎么单学这个门类啊 就是那个大姑娘小媳妇 不穿衣服让人画 流氓吗这不是 就反正男男女女吧 都坐着画那个班 我要报名 我学这个 报名真去了 哦 两天就不去了 费这么大劲 我怎么两天就不去了呢 嫌冷 我站在那脱光了 让人画去了是吗 那是冷的这个 很厉害 敢脱 那脱不了 这个 琴棋书画 方后面面 在我们这行里边 都是这份的 这好学 人家这个家庭在那摆着呢 覆盖面就更广点了 人家老鱼就在这行业里边 书香门帝宦官之后 宦官之后干嘛 官换之后 官换之后 你把那官搁钱点 想当初他的曾祖 在清朝的皇宫里做过官 对有过那么一人官 好像是二品啊 还是从二品 这个技术不清楚啊 品级是不低啊 嗯 好像是 他的曾祖父 在清宫 负责贺鼎红品鉴 这个官运不会太旺吧 好像上任的当天就殉职了 那就是当时就来活了呗 嗯 好像就抿了一口 哎 瞻蛇的就死 那东西 嗯 不容易 他曾祖 他祖父也很厉害 是吗 那允文允武少年英俊 文武双全 可惜就是英年早逝 去世的早 嗯 让日本鬼子给杀害了 就是那个年代了 那年才四岁 是 他奶奶不容易 就这十多个 哪有奶奶呀 欺负个孩子 四岁还有奶奶呢 没有啊 四岁就死了 那就没我们后边这汁了 这不就是接缝帮忙 是吧 这不用不上 用不着 老爷好人缘 没有 好人缘 嗯 最厉害就是他父亲了 啊 哎呀 要说余老师的父亲 啊 你往你这儿拍上 说话说话 说我父亲往你这儿拍上 我真得批评你了 真的 怎么了 你要说俩孩子说相 一个八岁一个十一的 嗯 俩人站一块我是你爸爸 你是我儿子 观众会觉得很厌烦 这不爱听这 就这俩倒霉孩子 怎么这么讨厌 贫 这个岁数 谁是谁爸爸 怕什么了是怕 哎 这什么岁数也得把这弄清楚 无所谓的事真的 有所谓 有问的我就承认 我呀 我不承认 这没意思就在这儿是吧 老婆你说清楚了 我其实就是顺手一拍 甭顺手 不用这手 不许这样是吧 这于谦的父亲呢 你这还带着二楼是怎么着 差不多得了 你这什么呀 这多好这手 不用 这手不用啊 那就这手了 谁都不辣你这个 真的啊 玩笑说玩笑 不是玩笑 能有今天这个成绩 你得承认 您的父亲确实家教有方 那是 我们家教很严格 好家伙 他们家就姐儿俩 我还有一姐姐 还有一姐姐 北京城高考的状元 学习的尖子 学习真好 毕业之后留学到东莞 到那是留学去了吗这个 我也问过他 我说姐姐为什么要去东莞呢 兄弟 怎么着 姐姐要从基层做起 好棒 行行 您瞧她挑这层 她爸爸就管闺女管她姐姐 这事得管 这个是 不好学习不行 不好工作不行 不要轻易交男朋友 是吗 家教严呢 也别说 人姐姐真做到了 是吗 二十岁之前 只往家带过一个男孩 倒岁说 跟她爸爸吃了个饭 喝了个酒 还有老头翻脸了 怎么呢 不行这不能不能 这不能当我女婿 为什么呀 这小子不行 酒品也不行 人品更差 不合一见得呀 就跟我吃顿饭喝点酒 她说给我找个小姐 这孩子也是喝多了 我最恨这个说了不算的人 这小姐要找了 您就同意了是吗 不要瞎说啊 这叫什么家大人呢 老头在我心中那是很神圣的 我没见过是这么可爱的老头 是吗 这么有魄力 什么叫有魄力 八十年代 所有人还追求铁饭碗呢 我挣三十五 哎呦我一月四十二 都铁儿脸还追这个时候 人家爸爸把工作辞了 干嘛 当个体户 那叫下海做生意了呀 哪那么容易呀 这是不容易 家里这点钱全搭进去了 又赔了 后来找朋友借钱 爷扔里边了 你瞧瞧 到后来他父亲欠了一屁股债 还不上 那欠很多 真着急啊 怎么着 则儿想实在不行啊 嗯 就把这一屁股卖了 这个你跟他说一下啊 欠债还钱去 卖屁股没用 知道吗 这窝窝绰绰看见了吧 什么叫窝窝绰绰呀 老头儿赔钱了 赔钱了 这欠一屁股债是北京土话 真正赔钱了 你不还得给人钱去吗 不是他得挣钱好还钱呢 是 那怎么挣 挣钱不得卖点东西嘛 你卖什么呀 你说 就卖呗是吧 不是 卖什么呀 就老头儿想过 卖什么呢 最后老头儿一咬牙 得了 卖身 这个有勇气列位 你知道吗 不是卖身 还不如卖屁股呢 好在那是局部啊那个 什么大岁数啊 什么你 卖身 老头儿卖身去 你也说得出来 怎么回事 上东北卖身去 多冷啊那地方 又不是跟街上 你废话 你这当真的说是吗 不是 什么卖怎么 卖人身 不是 你们平常都这么说话吗 比这还牙趁呢 这好 我还得念这个 卖人身 把人字说清楚 带出来 哪一个字怕什么的 不行差远了 他父亲是个卖身的人 对 搁后头了 搁哪儿搁钱的 搁钱头 他父亲这个人卖身 又过去了 过去做吓他 卖人身你不会说吗 麻烦死这个玩意儿 多新鲜呢 他父亲去卖人身 这就完了吗 东北吉林 长白山野山人身 够六两就值钱了 够七两就是宝贝 要上一斤那就了不得了 那是 他父亲卖那人身 无金往上 水萝卜是怎么的 我爸爸上东北卖萝卜去了 又白又胖 这还是象牙白的 做汤也行炒吃都行 废话 你得卖真卖身 不懂不懂不懂 反正发财了 反正是大人身让他得着了 哎呦 平地生雷 陡然而富 转眼富家翁 有钱了 那是八十年代中期 老鱼家各种家用电器 应有尽有 那时候就全了 他父亲戴那金表 七十五公斤 这是金表 这是水表啊这个 七十五公斤 还那表袋一百二十四斤 好 加起来三百来斤 早上起来 全家四口人给老头把表带好了 老头跟家里待一天 哎 这是锁狗 那是怎么着 不让出门拿表坠的这是 那几口下班回来 开开表 老头活动活动 哎对 这外边跑圈看印去 哎 屋里边正当中 二十五英寸黑白大彩垫 哦 这到底是黑白的是彩色的 我们看是彩色的 你爸爸看黑白的 凭什么呀 因为他父亲是这个色狼 色盲 很盲这个色狼 就好 就叫色盲 色盲 哎 这边 俄罗斯进口三开门电冰箱 这三开门怎么用 上边冷冻 中间冷藏 底下掏炉灰 哦 连火炉子都有了 老头看屋里我什么都有了 满意 我就差一个会洗衣服的鸡 今天我要花钱去买 别买了 怎么了 那叫洗衣机 还会洗衣服的鸡 现在哪个鸡管洗衣服 你真不知道 假不知道啊 我竟无言一对 洗衣机 洗衣机 什么都有 宽开大院 顾那个人管家 厨师 这都用人 司机 花儿酱 遛狗子 瞧瞧 丫鬟 还有丫鬟 好大户人家没丫鬟哪行啊 有的人伺候 估了四个大丫鬟 四个呢 十八九岁 二十出头 漂漂亮亮四个大姑娘 进门来你父亲给改的名字 还得改名 丫鬟进门得随主人的呀 叫什么呀 白菊花粉菊花红菊花绿菊花 随主人就叫菊花啊 因为你父亲的名字叫鱼菊 多难说呀这名字 就因为这名字你爸没有朋友 怎么呢 就想喊他的时候半嘴 太嘴了 天天四个丫鬟伺候你爸爸 是吗 清晨起来四个丫鬟站好了 好 白菊花粉菊花红菊花绿菊花 好 整当家是你爸爸 我爸爸坐在菊花中间了 他倒是也没掉下去 掉不下去 你爸坐好了 坐这干嘛呀 白菊菊菊红菊菊菊菊 香火菊菊菊 早上起来先练功 来伺候我 怎么伺候 头一件事 拔头发 我都没听说过 伺候人有拔头发玩的吗 美人与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 哦 拔白头发 白头发一根不能有 还这可讲究 老头活的这个细致 牙红给摘 哦 顿着一根 又一根了 是 拔 顿着头发 推脑袋呀 这是拔头发呢 这是练铁杀掌呢 这是 四个丫鬟站在四个方向上 啊 哎呀 他爸爸跟当劲 哎呦 喝小 这拔完头发散黄了 这脑袋 拔完了 照镜子一看特别满意 没白头发了 白头发全没有了 好 就剩两根黑的输一中分 曲曲是怎么着 两根黑头发还输一中分 这不就是曲曲吗 行了行了 别别乎了 就是赵镜子很满意啊 还满意呢 中分是不是显得儒雅一些 怎么显出来 没有那么长 没有 你当知己灵耍什么 我看唱戏的就这样了 不用 俩个 哎 啊 要不要来个偏分 偏分 还扔什么呀 就一根头发还扔过来 哎 背头怎么样 不怎么样 背头也不行 啊 梳个辫子 两根头发怎么梳辫子 搓个绳子也行 真有主意 要不抬头散瓦巴 看不见 一根白头发不能有 脸上一个皱纹不能有 那岁数大了可保不齐 他父亲从五十岁 就做这拉皮手术 那时候就有皱纹 好家伙 五十岁 他爸爸一照镜子 我爸爸东方不败似的 干嘛说着说着还蓝花指了干嘛 就是这秀气劲嘛 他们秀气干嘛 要 怎么都有皱纹了 着急 把母亲在边看着 哇 好家伙 哪有糊子啊 没有 没有糊子 老两口子长反了 是怎么着 你爸爸着急 有一皱纹了 拉皮手术都知道 是啊 来一刀 往上瞪叫整容 那会儿国内没有手术 他爸爸刚五十岁那会儿 嗯 买张机票奔泰国 嗯 说泰国人下手切的干净 对谁说 很 那手术韩国啊 是是是 改签改签奔韩国 哎 斯密达 嗯 受累给我瞪瞪吧 哦 词儿来口 哦 时间 回家照镜的那开心呢 高兴 真好 哦 一皱纹都没有啊 哎 这连嗓子都带上去了 嗯 高兴 嗯 到六十岁 嗯 这皱纹又下来了 他又过十年了吗 买机票奔泰国 嗯 怎么还奔泰国啊 改签韩国 哎 就直接奔韩国 斯密达 受累吧 哎 哎 哎 回来 特别好 哎 一皱纹都没有啊 就别嚷了 高兴 到七十岁 嗯 他爸爸这脸 哎 好嘛 改沙皮狗了 你这 嗯 没有这么满重啊 买一张机票奔韩国 对 改签泰国 哎 非去趟泰国是怎么 又回韩国 斯密达 你受累吧 啊 韩国人狠了心 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 老来 这 回家照镜特别满意 行吗 特别光滑这个脸 那就好 就是太阳穴这 一边有一个肉疙穴 这肉疙穴是怎么回事 蹬的劲太大了 啊 把胸口的皮蹬上去了 一听说 胡说八道 我头上有鸡脚鸡脚 行了 我是一个小青龙 别配乐了 为什么要这样 老头会活着 嗯 那个补品吃的呀 营养品呢 那当然 白头我不能有 周围不能有 我得活长远点 吃点那个好东西 那也是应该的呀 你看他们家有人参 是 拿那个红糖把人参浸透了 或 滋补自己 这可好东西 啊 每天 吃两根 哦 这是不是有点过呀 这个 两根一天 齐林野山人参 拿红糖把他 腌透了一天 吃两根 列位 人呐 大象也受不了啊 多新鲜 没有这么吃的 吃完他爸 四五天不上厕所 啊 眼珠子痛红啊 上火 逮谁问谁 嗯 唐僧到哪了哈 好家伙 改妖精了 那 走到街上碰见我了 嗯 我说大爷您这状态不对啊 嗯 小子我这个 不上厕所啊 这个 我您张嘴啊 啊 便秘啊 没听说 从嘴里看便秘啊 那个我一天吃两根人参 是不是少点了 哎 大爷您别胡来了 您啊 您听我的您 您买点香蕉吧 哎 这行 就那个海南香蕉又大又粗又甜 多好啊 嗯 您试试香蕉 嗯 两天后我又看它了 哦 香蕉管用吗 怎么样 不管用啊 啊 有好几天没上厕所 怎么会呢 不能啊 嗯 别人吃完了就管用啊 嗯 啊 吃啊 多新鲜啊 你以为呢 哦 没有 不是这么用的 我要吃这个就让它买甘蔗了 哎 哎 过了那 那生奇事 就不用 别出这搜主意了 我上这药店 中药店买两个八豆 哦 大爷吧这吃了吧 这是蟹药 您这必须得吃点八豆了 要不然这坏了 是 真听话 睡觉前就把这俩八豆吃了 那好 但是关键是这些日子睡眠不好 嗯 他又吃了几个安眠药 啊 买这个强效安眠药 保证睡十二个钟头以上的 哦 这八豆呢 是十分钟啊就起作用 然后这一叫十二个钟头 正好在十二个钟头 早晨一睁眼 啊 好家伙 我家住在荒土高 我坏呀 行了行了 越说越恶心了 反正活得再也 他吃补品是为了活得好一点 是有时候也走 生活质量很高 是吗 哎呀 天天早晨就得出啊 先拔头发 拔完头发之后 大家往外走 干嘛 这一走四十公里 四十多公里 他就为了上厕所 您这越说越不像话 怎么呢 我们这么大一家 家里就没个厕所吗 那厕所不是改了拔毛那屋了吗 改的那是 那屋又快扁 拔毛厅 厕所改的 那是那就是原来那厕所 所以他得出去上厕所去 最近那四十来公里 好家伙 一天一马拉松 那是 拔完毛老头赶紧往外走 头上戴海龙的帽子 什么叫海龙的帽子 现在都绝了 西伯利亚 极寒地区 海陆两溪的一个小动物 它叫海龙 其实就是海里的水塔 那个皮做成帽子 弄水一盆水 往上一泼 一个水珠都挂不住 一九五几年 北京前门大厕站 有两件宝贝 一个是同仁堂 那摆着一个这么大的 这么一个鹿绒 镇殿之宝 一个就是圣西福 做帽子那老厂子 人家那橱窗里摆着一 海龙的帽子 一九五几年值人民币 值现代人民币 三十来万 今天谁有这么一个帽子 拿出来最少一百万往上 这东西叫海龙 好东西没有 他爸爸带一海龙的帽子 身穿着狐素的大衣 什么叫狐素啊 狐狸啊 脖子底下这块皮是最值钱 这叫狐素 这件大衣是拿狐素拼的 好家伙 脚上穿鸡皮的皮鞋 我都没听说过 这人有穿鸡皮皮鞋的吗 出门就上树 好家伙 抓地抓得稳 反正是有钱 头戴海龙的帽子 身穿狐素的大衣 鸡皮的皮鞋 好 走接着都看 这是鱼签的爸爸 这家伙 海龙的帽子 都认识了 狐素的大衣 你瞧瞧 鸡皮的皮鞋 人也新鲜 好家伙 这六月三佛 夏天哪 夏天穿这事出去啊 怕活不到冬天 没听说过 夏天多热呀 也热 里边光屁股 这嗨 没有这打扮 光屁股穿一纸尿裤 刚才还穿一纸尿裤 哎呀 四十多里地呢 你别去好不好啊 你穿一纸 经常跟他爸爸跟街上 你出来也聊天啊 挺好大 没事啊 遛弯去 这天不错 瞎搭个呗 经常他爸爸走着走着 站着就不动了 不动了 他是尿了 尿完了 你看 你这 学的还挺形象的 经常的 有时候我要在街上瞧去 我就等会儿他 你知道啊 你看街上行人都这么走 唯独那一老兔跟这儿 就是他爸爸 还以为祈祷呢 是啊 我就跟着等着吧 等会儿老兔 哎呦 哎呦 你在这儿呢 大爷您这儿尿呢 这哪儿哪儿尿 最近挺好的 不好 心情压抑 找人算卦去了 什么呀 说我一百一十五岁有场劫难 老小孩一百一十五了 能有什么劫难 算卦子说我一百一十五岁那年 啊 让人把坟跑了 哎 都 那死多少年了 您提这事 老头可爱 可爱 就说这个意思 啊 反正他这个生活态度 我觉得应该支持 是吗 哎 去这一趟厕所再回来进门 哦 该吃东西了 哦 还还没吃东西呢 你想啊 先拔毛 拔完毛上厕所 哦 跟街上车一番一番打 可消耗体力了 那是那是 那啊 连光长舞我都搁一块那种 回来进门 叽叽可可 找四个丫鬟 哦 干嘛呀 吃奶呀 哦 早上起来要喝奶 怎么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您别这么龌龊行吗 哪儿啊 怎么了 吃 喝 喝牛奶啊 对啊 哦 咱俩想的一样 是不一样吗 哈哈 我还以为你说的是 奶粉呢 别 您就说吧 喝奶怎么了 喝奶得伺候着呀 喝奶还用丫鬟伺候 好 四个人 四个人伺候着 有一回喝奶都受伤了 怎么那么大危险 好家伙 有一回啊四个丫鬟伺候着 他爸爸喝奶 喝着半截 嗯 这牛坐下了 趴牛肚子底下喝奶去 小玩你受疗吗 那是挺危险的 坐下 脸急了 忘记瞪啊 你怎么办这玩 就伺候着 哦 先喝奶 喝完奶 吃饭 吃什么饭啊 早晨一般先吃这个 北京名小吃 什么呀 卤煮 哎呦 卤煮小茬 你底下一片叹气啊 有知道的 卤煮北京小吃 嗯 除了北京城区域 一般都很少有人吃的 嗯 猪的小肠 反正懒疤疤一煮搁点蒜哈 弄一大碗 骚气哄哄 大早上起来他爸爸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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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听这声更爱吃了 喜欢这 到晚饭要吃的清淡一些了 清淡的是什么呀 大肠刺身 大肠刺身 生吃啊 活猪献宅宅 要这新鲜劲 那错不了 把猪捆好了 杀猪就拿着刀跟着等着 门一开 四个丫鬟先出来 在两边 后边你爸爸出来了 就别亮相了 这样是 不用 杀猪的 来吗 来 这不捋着头发 不会说话 合着 就这一刀被猪杀了 手进肚子找着猪大肠 找着肠头出来 干嘛呀 找你爸爸那嘴 这是 你爸爸一嘴就叼住 全身心的劲都搁这儿了 这个 坐呀 好家伙 叼着肠子头往里坐 那不是吃肠子呢 就是吃肠子里那点猪粪呢 这是 吃差不多了 这是往外夺着肠头 撒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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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什么呀 打谁呢这是 老板你爸爸 这算是擦实了 是 很舒服 是 是 省得消化了 很好 这叫一步到位吃法 没听说过 怎么能吃 睡觉前要再吃一点夜宵 还有夜宵 快睡觉 换上睡衣睡裤了 老头坐着 拿那个榴莲来 要吃点水果 吃点榴莲 不要那个冰箱子 那个受不了 怎么了 小孩们瞎吃榴莲 搁在冰箱里边啊 凉的 吃完了伤胃啊 那怎么办呢 拿微波炉 给我打一下 微波炉 打榴莲 他们都说 微波炉打完的榴莲 是栗子味的 打完之后 我这么一闻呢 栗子味的 屎味的 没法好得了 端上来了 还真吃 真是屎味的 那就别吃了 谁让你这鉴定来了 可是爱吃屎 高兴 把那个鸡蛋盆给我端来 还得吃点鸡蛋啊 煮了一盆鸡蛋 那么些个 连汤带水端来 搁在这 这鸡蛋一般人吃不了 怎么呢 童子尿煮鸡蛋 童子尿煮鸡蛋 有这么吃的吗 浙江东阳 就拍戏那横店 那个地区的人 吃这个 童子尿煮鸡蛋 春天吃人家是 找那个小孩 四五岁的小男孩 撒着尿煮鸡蛋 吃完了不长毒疮 夏天不中熟 有的讲有这个 但是太小众了 就那点地儿人吃 他父亲把这学来了 要吃这个 回北京我要吃这个 童子尿煮鸡蛋 尝尝也无所谓 鸡蛋好买 童子尿难学啊 怎么难学 哪方前跟前 没有这么些小孩啊 后来他爸爸想了想 嗨 怎么着 谁当年不是童子啊 没听说过 当年是童子像发吗 把自己那些老哥们 都请来了 是啊 七十五的八十六的九十二的 好家伙 做绿的材质来的都各式各样 弄一桶各式 老哥几个尿吧 尿吧 敞开尿吧 这是当公厕所了 好家伙 这帮老头尿了 一个月才尿了一桶 怎么那么长时间呢 前列线都有毛病 好家伙 凑高一桶 先过绿 过什么绿啊 有半桶结石啊 哎呀 先去治病去好不好 煮一大盆鸡蛋 就这点尿 哎 端子这来 这一大盆 热气腾腾啊 老头吃的这个榴莲 千儿给我包鸡蛋 我还得给包 大孝子 啊 好家伙 我这闻都闻不得 好 好 好 赶紧 赶紧吃吧 老头这手鸡蛋 这手榴莲啊 哎哟 哥 好 这玩入药啊 还入药呢 这专制嘴里没味儿 哎对 这高兴太好 吃完嘴里就有味儿了 哎 千儿 你别光 你你你 你来俩鸡蛋吃 也让着我 千儿乐坏了 不不不不 别别别 吃不了吃不了 这咽不下去 吃不了 我喝点摊吧 对 去